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安裝分享的是 馬茲達3的三代 那三代代號是BM跟BM 這台車原廠的話就已經配置了18吋的鋁圈 所以以這樣的規格來說 底盤其實都有一定基礎的幅度的操控性 那四代的話,KT也都有做了 這一代是三代的 那今天要做的工程就是改裝KT的道路板避震器 還有後方呢 因為有車蓋要降低20mm 所以後方的車主也有加裝了仰角調整器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他原廠的懸吊系統跟一些零件好了 這個是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那前面的話會有上座 後方的話也會有上座 像這個是後方的避震器 後方的話也有一個上座 但這台車啊 不論前面的上座也好 或者是後面的上座 KT都有附一個全新的上座 所以不需要再拆原廠的來沿用 但是四代的話就不同了 所以這個是單止這個 馬自達3的一代二代跟三代 一代二代三代的話 我們都有附上座 這個是原廠拆下來的後面的固定的仰角 那為什麼要改從仰角調整器的原因是因為 他原廠的仰角沒有做偏心螺絲 所以他原廠的話只能做竖角做投硬的調整 Camper的話呢沒有辦法調整 但車高一旦降下來 有的車款 甚至是說一降下來之後 它的Camper角度就會太趴 那幅度太多的話就容易吃輪胎的內側 造成一個輪胎母號異常的狀況 那如果我們在這個中間做一個可以調整的話 他後輪的Camper就能調整 所以就是所謂的仰角調整器 那我們先來介紹後面好了 這是原廠的 原廠沒有辦法調整 那我們先來介紹仰角調整器的部分 後方的話呢這個是龍影 Summit 的一個產品 那它的調整機構就是坐在這個地方 這裡的話有一個可以調整長短的機構 而且這個可以調整長短的機構 假設了像是Nissan的Tiena 或者是350G 或者是說VH的車系 Golf、PASA 它原廠都有在仰角上方 都有做一顆偏心螺絲來做調整 可是偏心螺絲 畢竟它能調整的幅度不多 但是改了仰角調整器之後呢 它調整的幅度就相當的大了 不論是原廠的車高 或者是輪胎的上緣 降到甚暢爛的幅度 也都有辦法 依靠仰角調整器 來校正出不遲態的角度 所以仰角調整器的改裝 會建議車友用車的頻率如果比較高 那為了後輪 讓它輪胎模號能夠比較均勻的話 就建議要改仰角調整器 這個是仰角調整器的介紹 那這台車在拆裝仰角調整器的時候 這顆螺絲很好拆 可是內部那顆螺絲要退出來的時候 需要把它後單整個卸下來之後 不是全部拆下來 就是要把它放下面一點點之後 上方那顆螺絲 內部的那顆螺絲才有辦法抽起來 所以在拆裝的時候呢 這個仰角調整器的改裝呢 會比較耗時一點點 不然這個避震器拆裝的話大概 大概都一個小時到一個小時半就能夠搞定了 那這個避震器的部分 來我們來介紹一下KT的避震器部分 上座的話 我們有附一個全新的上座在上方這裡 在上座下方 這裡有一個藍色的調整 這個調整呢 就是在調整阻尼的 我們往順時針的方向變硬 逆時針的話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這個防塵套也是專用的規格 它這個密合度都相當的不錯 剛好可以砍到避震器的軸心的除夕 所以它能夠對軸心做一個全面性的保護 那車高的調整 今天這個是215 458 這個輪胎的規格實在是不多了 那如果以這個規格來說的話 原廠它的後面輪胎上緣到S板 大概是60mm 那今天預計降低20mm 所以也就是當降低等一下之後 它的輪胎上緣到S板 大概是剩下40mm左右 40mm大概如果以我的手指頭 大概是兩指半左右 那車高的調整是靠彈簧 上方這裡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是在調整它的車高 就是在這裡可以調整車高 那最高的話大概可以跟原廠一樣高 最高的話大概 沒有大概比原廠低 大概1公分 大概1公分左右 那最低的話可以大概 輪胎的上緣到S板 大概有辦法剩下半指幅左右 所以這台車調高跟調低的範圍 還算蠻寬的 那這台車我們後面 一般道路的版本 是配置了5公斤的彈簧 所以5公斤的彈簧 以這個BM跟BM來說 它能夠兼顧操控跟舒適 相當的不錯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後面有一個特殊安裝的技巧 因為它的彈簧 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所以特殊 特別要交代即時安裝的技巧 就是後方的彈簧 不能預載過多 一旦後方的彈簧預載過多 它就有可能會造成 一個彈簧預載過多 不好做的狀況 所以後方的筒身 它是來取決 後方彈簧的預載 所以後方的筒身 不能縮得太短 一旦縮得太短 那彈簧預載過多 就一定會不好做 而且會縮短筒性的壽命 那另外也有可能 會有造成異音的狀況 所以後方在安裝的時候 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前面的話 這一台的一般道路版本 我們所配置的彈簧 是配置了7公斤的彈簧 那它的車高 今天也預計降低 大概剩下兩指幅左右 所以這個這裡有一些 譬如說這個是離載算的部分 那這裡有一些 ABS感應線的固定架 這裡有油管固定架 這些所有的固定位置呢 都是跟原廠一樣的 所以它的 都有符合相關的一些安全的規定 那前面是配置7公斤 這台車剛剛提到了 我們有附上座 上座的話 在這個地方 它的 這樣看得到嗎 可以可以 這裡的話有一個KT的Logo 所以這台車的阻尼 軟硬的調整 就是從這個地方 引擎室打開 不用拆這些內裝 直接往順時針方向 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是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尼調整 那像這樣軟跟硬 可以調整的 秘訣呢 就是左邊跟右邊 一定要對稱 前後的話 可以不用做對稱沒關係 用料的部分的話 KT我們所使用的 像是阻尼油的部分 是使用意大利IP的阻尼油 像是如果有比較熱血的 重機的車主呢 像是意大利的 有一個重機的品牌 叫APUILIA 它的前面避震器前叉的指定用油 跟後面BJ系的指定用油 所使用的就是意大利IP的阻尼油 像油封的部分 我們油封的話 也是使用日本NOK的油封 這個世代的車主 應該還蠻多改裝日本TEM的品牌 TEM的話 也是使用日本很棒的油封 就是使用日本NOK的油封 那KT的話 也都是使用日本NOK的油封 所以在耐用度上的話 都相當的不錯 那上座的話 我們使用的軸層 也都是使用 像日本KOYO的 或者是一些比較知名的 一個軸層的品牌 所以整體的耐用度的話 都相當的不錯 那前面的車高部分的調整 它並不是靠壓縮彈簧 去改變車高 所以它調高跟調低的 第一個範圍會很寬 最高前面的話 可以跟原廠一樣高 最低的話 輪胎倒葉子板暢韌 也都沒有問題 這個前面的懸吊系統 算是一個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它不只負責上下的作動 還要負責轉向 所以當安裝完畢之後 這個固定的齒輪狀頭盤 一定要記得旋緊 因為這個齒輪狀的頭盤 我們往這個方向旋鬆之後 它的長度能夠調長短 我調的比較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 我縮得比較短 它的車高就變低 所以這個齒輪狀的頭盤 當安裝完畢之後呢 記得要把它敲緊 那在前面的部分的話 因為如果車主有比較熱血 也可以選配漁員上座 那一般來說 這個上座 仰角上方的一個固定孔 我們會做一個橢圓孔 可以做微幅Camber的調整 那微幅Camber的調整 大概是能夠 1.5度左右的一個調整 所以對一般的車主需求來說 這樣的微幅調整角度 應該都夠用 以上是今天 Mazda 3代 BM跟BM的一個安裝直播分享 那如果車友們有需要試乘的話 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或者是說你有任何問題呢 都可以到我們粉絲台詢問 謝謝大家